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福奇车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建议大家这款Figma推出的产品 来自于Dragon Quest里头的 冰岩将军弗雷达的Dragon Quest 台湾当年的少年快宝 如果你跟我一样 今年45岁前后的朋友 你可能有看过这一本周刊 那当年翻译成神龙之谜 那其实如果按照他日文的原文的话 应该是达伊的大冒险 那这是他的副标题 那这个冰岩将军弗雷达特 是我在魔王军六个军团长里头 我个人是最喜欢的 没有错 真的我是最喜欢这个人物 因为他是最坏的 然后也算是得到一个恶报 最明显的坏人 他的最后的结局就是 就是成为暗影军团长的部下 他最后的一团火苗 就进入了一个超级盔甲里头 对不对 那他出登场的时候 六大军团长刚出现的时候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小桥段 让我对这个人物很感兴趣 他在愤怒拍桌子站起来的时候 坐在他的左手边的龙地冰团场 巴兰对他说了一句 那说弗雷达特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你的火焰热的我受不了 这个台词是非常有趣的 那这款玩具我忍不住要 真的是要就稍微抱怨一下 这个玩具非常的贵 这个其实并没有比较大 但是他售价台币超过了3000块钱 我是3090块钱左右买到的 这个价格我当时我还是定了 为什么就是喜欢这个人物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离谱 比较离谱 尽管造型非常的特别 他是身上有一半的火焰 一半的冰块 他的本体是一堆的石头 他本身在漫画里头的 他是有最后有露出 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样子 就是这种石头人的一个形象 包括后面这个地方 那他身上的这些火焰跟冰块 并不是可以拆掉的特效件 这个 这个是 我忘记这是魔军司令巴特拉给他的 还是大魔王巴恩给他的 这是一个就是魔王军的一个徽章 那这个徽章有点意思 他的造型延伸到后面之后呢 冰块这一边的话呢 因为冰块是硬的嘛 实体的 所以他是还能够做出来 但是火焰因为他是无形的一个燃烧热状 所以他这个地方把这个造型埋没到 这个火焰的特效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造型有点加分 那本身他很重 非常的扎实 他身上的这些冰跟火的这个材料是非常坚硬的 那贵是一回事 他最要命的是 这个人物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动 非常的少 头的话是个球官 那这个面雕的话有两个 我把它换上的是 首先你从盒子里拿出来是默认是这个 那我把它换成个另外一个 眼睛跟嘴巴有稍微脏的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这样子照片啊 跟这个镜头里头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其实 因为这个家伙从头到尾就是一副 就是这个一副嚣张的一个表情啊 所以 OK 这个是比较凶恶了 那这个应该是有点 有点吃惊还是怎么样啊 反正 反正你就是坏人的样子 那另外就是替换手了 替换手的话呢 有这个爪形 爪形的话呢 我们两边都是有共通的一个造型 那替换很简单 稍微转一下 那就可以把它给拿下来 那默认的话呢 是这个 手刀 我不太记得为什么它有手刀 那其他还有握拳 但是握拳也有分两个 握拳的话呢 一个是真正的握住了一个拳头 另外就是拳头里头有个洞 但是呢我在它身上的话呢 我找不到 这个玩具我好像找不到 可以让它握在手上的一个套行形 如果说呢 你这个手上要有一个洞哦 你是不是 就是安排一根这种冰的这个冰锥 这种特效 让它握在手上当武器投出去 我记得它的一个冰块的这一边 好像是可以自己从身上拔一块这个冰柱 然后朝这个敌人投射的样子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当然重头戏是在它的这个左手边 也是火焰这一侧 火焰这一侧的这个特效的话呢 是有一点透明的 看上去还是挺帅啊 那由于玩具还是比较重啊 在手上你慢慢会感觉到说 这款玩具挺有质感 那这个裤子不是裤子 就这个特效部件 我是看不到可以把它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扣紧 好像扣不紧 那它会一直动 那一直动也就算了 我就当它活在烧爬 但是冰块一直在动我就不晓得了 你到底你这里到底是靠什么东西把它撑起来抖动呢 我就不知道 这是它的必杀技 五指爆炎弹 五指爆炎弹的话呢 这个有两个特效件 一个是火焰扶出来 这个的话只是一个应该是 它手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就火苗的火花有一点在动啊 那五指爆炎弹的话呢 算是它的超必杀技 这个必杀技的话呢 人类的主角队伍里头的这个魔法师合部 后期的话呢也有把这一招学起来 但是它只能够一次投出三个啊 没有办法像这个弗雷扎特 一次可以投出五颗啊 那这个有趣的就来了啊 这个呢 我们刚刚提过它的可动很悲催啊 这里胸下可以动 腰身可以动 那它的手无法360度的转动 各位可以看到 手臂完全被造型给卡在中间啊 你这个手臂如果要高举的话呢 我只能说你这个就真的是整条胳膊 我的做法啦 我是整条胳膊要把它给卸下来 然后再把它给按插上去 真的这个 这个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我这个玩法到底是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 反正就手臂360度转动 你必须把胳膊给卸下来 大概也就这样 我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物 而且Dragon Quest的玩具可以说是非常的少啊 那如果说以后其他几个军团长都有推出的话 应该吧 没意外的话我应该也是会多把它们给收起 因为也是一个童年的重要的回忆 那这款伯雷扎特的这个价格当初定出来 我是真的是惊呆了 我真的是有把我给惊呆了 我没有想到说 这个竟然可以卖到3000块一个 但是没关系 反正我们有爱嘛对吧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那细节的部分大家就从画面里头 然后再去看啦 这个石头里头这些缝隙 这感觉好像是比涂上去还是怎么样 OK效果一般般 一般般 好那就这一集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